2比0应该说稳了 里面这四血啊 四血翻盘了我的天 这就尴尬了 三七的C啊 嗨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来到红柱哥游戏桌 正在给大家带来非常惊喜的 来的香港15岁的少年小将 Micky对战广东小孩 邓哲君的比赛啊 香港的少年只有15岁啊 Micky这位小伙子啊 15岁啊 前头不可先量的 天才少年 他用的角色是卢克 小孩用的是老头JP 哦 这个卢克圣龙预判失误了 被小孩打一个小雀版 现在小孩给头上放了一个猎器 牵制住Micky的进攻的节奏啊 想出来吗 小伙子 来 大叔教你做人 你挑我在下种拳 Micky现在在反边 再次发起了一个绿冲反投 但是体力上小孩是在一个绝对有屎啊 下半失手了 刚才 老头现在还在 恍惚之间 又被对方偷袭成功 这波绿冲连打完 臭 小孩危险了 直接对面上了一气超皮查剂 斗器没有 体量也不多了 哎呦 对面没斗器了 Micky的斗器也所剩无几 刷房都没有机会了 小孩赶紧用一个远程的波 摸血 牵着死 算是险上了第一灯 香港的小将Micky只有15岁啊 他只有15岁 这是目前我们已知的 华人圈子里面 玩家里面啊 年纪最小的玩家了 英国那边曾经有个年轻的 对不对 爱德华王 爱德王 17岁啊 过了年也18岁了 我们来看现在比赛 来自于 卢克的金方反击点 嗯 还有机会吗 现在小孩手上也有三气在手 甲盘摸 偷到了一个投机的机会 来 在前置 对面的体力非常的坦缺 但是 双方都到了燃杀线了 一旦露出一个大破绽 无论是谁都要死 刚说完 好了 OK 我们继续来看这些大比赛 来自香港的梅克 对战 广州小孩的这场 抢三局啊 谁输了 谁就回家 哎 再打乱动 这次梅克的卢克 再次进防了小孩的 动拳出招 角落的压起身 安全挑 小孩叛大失误了 成功的被对方压到了板别 但是 这一批的反击能量也是非常强大 你想干什么 小孩 你想干什么 他来到底是谁小孩 现在应该是米克是小孩的朋友们啊 同年来讲 米克真的是小孩啊 只有15岁 小孩已经34岁了 好了 那现在米克经过自己的不幸努力也亮灯了 比赛规则是抢三的 比赛规则是抢三的 来看一下卢克这次能不能给小孩带来一波新的威胁啊 不过我觉得小孩的大赛经验啊比赛经验要比米克要多一些 好 蹦放再打一个雀反 这波伤害是非常高 大家看一下下雪能打多少血量 朋友们 也是3000多的伤害 好了 上墙 继续吹飞 你看了没有 3000多的伤害啊 来看看卢克 手上有三气 再次欧敌手 成功 小孩有点拘谨 放不开吗 不要放不开 放松 卢克是可以穿布的 但是 小孩能不能给他穿布的机会 好了 放到对方 抬开对方 就只要前置 还有40多秒呢 谁也不敢掉一轻心啊 一个输很可能就没 现在是要消耗对方的斗气 消耗对方的资源 上面有东西 下面有东西 赢了 这张看来是没问题的 小孩 2比0 应该说稳了 里面这丝血 啊 丝血翻盘了 我的天 这就尴尬了 三气的C啊 OK 那继续来看现在的队队 来队 香港的Micky 15岁的少年 对战广东 广州小孩 曾志军 金方打反射拳 反击连了 这个伤害是在修正的 朋友们 如果不修正的话 伤害会稳高 终于要打插合 直接康套确诊连了 角落里了这一批 又感受到卢克的体育压力 卢克在G86时代 经过大家的开发 无数高手开发 大家就发现 这个角色真的是很强啊 比五代的卢克 真的是 差不太多 五代卢克已经很凶了 真的是卡普空亲儿子 一气炒炸打完之后 小孩的GP又被追倒了 那等于现在对面拿到据点 如果说Micky拿到了这一灯 就以为他拿到赛点了 加油小孩 顶住啊 好 探手 直接给对方传送连吹飞 这波反射拳之后 再次上墙 给了对方一波实际有效的压制 先到一波压制开始了 对面的日子难挨了 还有 Micky手上有两个戏 现在 哎呀 这个警方反击连 是有伤害修正的 对面出现了一个大的失误 但是下中就要抽到了 小孩的破绽 再次给小孩关厕所 小孩再探手 一步带走了 给他顶个赞 好吧 那现在的比赛来到了 双方的局点灯 到底谁能够 拿下宝贵的阶金 抢到赛点呢 香港 Micky 跟小孩在场 半中展开这场对抗 又是一个完美的金房 皮康穴反联 这个反应真的是好强啊 15岁的反应能力 我应该说 这是最黄金的反应时期段了 是不是 老头的下中角没有配合好啊 好了我们看现在双方还在做板中的博弈力回战开始 这次这个强制打的给了香港 Micky一个绝杀的机会啊 香港 Micky笑了 哎呀 老叔啊 你这是让我呀 OK我们继续来回来看比赛啊 来对香港的15岁少年 Micky啊 真的是香港小孩了 朋友们啊 现在我们以为习惯管他叫香港小孩 不是广州小孩了 广州小孩现在是广 已经是小孩他第一了 现在啊 是小小孩的他第一了 现在啊 好了 这个沙宝拳被小孩跳入成功 成功打出一个高伤害的连段8连 但是香港小孩是有赛点的机会的 优势在啊 不得不说 卢柯的爆发力真的很强 但是在老头的绝对连招面前也不太好看 起码现在小孩把血量给他拱护起来了 你敢过来吗 哎 对拨 你对拨我呀 OK 那么继续来看现在比分是2比1啊 当前比分是2比1 进行方之后 准备再打一个大缺反 卢柯大摆拳确实会让人产生一个负贞的一个操作 你没法确凡他 老头要做的就是要尽力的牵制对方的节奏啊 又是个超差转播 小孩被对方骗到了 地方就是一直在摇啊 只要你一旦发布 那么直接就指令分解融合成功了 复合出来自己的超差 一跳 我在下中前 哎 我这回来这个标准套路 这波绿冲连招非常的成功 哎 连招不能夸 一夸他又掉招了 没有斗气了 小孩 没有斗气了 要不要蹦放一下 对面没有选择 蹦放而选择了 抓呆 小孩说来吧 终于轮到我也 开张了啊 拿到了第二分了 双方扯兵 接下来就是决胜局了 朋友们 好吧 现在是双方打到了决胜局 朋友们 一批香港的Micky 二批是广州的小孩 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呢 是香港小孩 还是广州小孩 太疼了 太疼了 贪手 你敢过来 过来就弹死你 你看 香港小孩不服气啊 我丢 不信了 一个OD指令头 伤害非常高啊 仅仅3000伤害 朋友们 现在小孩斗气就消失殆尽了 但是他体力已经是完全弥补了斗气的不足 这次后后又骗到了 对方人度 这次小孩决定要拿下赛点灯再说 越打越有自己的信心了 朋友们看得出来小孩 现在已经是稳定了 不那么紧张了啊 这灯必然是小孩要亮 香港 你可以加油啊 啊 就是一个金房 皮康 那么 这点选能够翻盘吗 小孩说 打死我都不信 你看没有 童四年 那么现在是香港的15岁天才少年 Micky 跟小孩来争夺这场 抢三局的 最终比分 这分是属于谁的 是香港小孩还是广州小孩 都是三条气 现在小孩说 真的以为 我不会金房吗 来吧 看看我的 这套大雀反 两气蹦放连 两个蹦放 踢板 有时建立起来了 里面没斗气啊 这个卢克 浅浅 打乱动 打白拳 加针 这里小孩还有斗气 不慌 他只要把两气加满 就是胜利的开始了 对方斗气回来 这次小孩也要加强自己的防守 哎呦 这个跳 想跑 再次金房 稳了 两气连此 给小孩点个赞 朋友们 还有机会吗 理论上是可以 探血翻盘 但是我不觉得 没给这把 还有这个命 好运气了 上次被他 探血翻盘了 这次再探血翻盘 小孩真的是要吐血了 他有一个C的机会 现在小孩不敢精神发波 地方力冲突 反投进去 再吐波 现在小孩有斗气 有血 但是没能量 对面有一个 炒比杀鸡的机会啊 还有15秒 自血翻盘 有没有呢 我 去 5 2 3 4 4 5 6 6 7 7 9 9 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